少许白糖加住小苏打粉磨细扣 滴住酒精搅拌 准备器皿装沙子 一样加住少许酒精当底 再把混合物推移到沙子上 点火瞬间不断冒出长条状的黑炭 这是常见的碳糖蛇实验 没想到却有学校做实验时 发生意外导致三名学生灼伤 释发在台中西屯某私立双语中小学 4月15号下午4点多左右 校内国中部实验室 老师示范操作碳糖蛇实验 第一次效果不佳二度示范时 点火后探糖却快速爆出颇及到学生 其中一名女同学手跟脸还有颈部 有10%灼伤留院观察 还有两名男女同学轻微灼伤 已经出院 实验室发生意外 当下总共造成三名学生送医 学生当然是没有带一些不母亲母亲 对 当时是因为是老师 自己在做示范 他第一次他觉得效果没有很好 所以他全部清掉了 校方补充除了学生保险外 医药费由学校全权处理 台中市教育局补充将督导学校落实 校内实验室管理和宣导 TVG员正成鲁卫星台中报导 想看最完整的新闻内容 记得下载TVBS新闻网APP